出大事啦各位觀眾 我被鎖啦 該帳號限制道具和封閉移動 請至認真信箱了解詳情 並聯絡客服中心 Oh my god 我的天哪 這個帳號的話很麻煩欸 好嘞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神秘 那就如同開頭講的 這個被鎖啦 那被鎖的原因 我猜有大部分人應該都知道了 就是買這個拍賣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我最近 一直瘋狂買拍賣的帶鏈裝 然後我的帶鏈裝也都放在這個帳號裡面 對在這邊 然後因為其實 他會鎖的人是 你從拍賣拉的一個物品 你是從A帳號開始拉的 然後拉完之後你把裝備丟到這個帳號裡面 他最後鎖的會是這個帳號 那 被鎖的話其實沒關係 我相信應該蠻多人都有被鎖過 拍賣交易這個東西啦 但是重點就在於說 你還要去記信 很麻煩 畢竟能解鎖 什麼都不麻煩嘛對不對 但是重點是說 我這個帳號其實 老實講解鎖不了 這個帳號的話 他的這個原油比較麻煩一點 首先是這個是我女友的 現實朋友 然後那個現實朋友買一個 859億買一個不能試改的帳號 然後其實很便宜 然後買過來之後呢 那個現實朋友不玩了 他丟給我女友 所以這個帳號的 原主人的手機什麼的 其實都找不太到 有一點麻煩 所以說 這個就只能一直鎖 鎖到他7天 他回收那個道具 我有打給客服 我跟他說 那如果說你這個進階認證啊 就是 可能人找不到啊怎麼辦 那客服是跟我說 他說一定要有進階認證的這個手機 才可以 不然我跟他說 那這種情況的話 我可以等7天回收嗎 他說可以等7天回收 我跟他說好 那我就等7天回收好了 但實際上 他不會跟你講說 呃 我買 我是買了什麼東西 才被鎖的 所以 在 我不知道我買了什麼東西 被鎖的情況下呢 我終究可能會被回收 不知道幾件裝備 然後 也不知道是哪件裝備啦 可能 我猜 可能是什麼熱狗套服啊 心臟之類的 因為我之前真的拉太多東西了 老實講 有開台拉的 有拍影片的時候拉的 我也不知道 有拉什麼東西 被鎖 但應該不是歡樂戒指啊 我覺得 應該不是 但是我拉的價格都還蠻 蠻正常的啊 這個 雖然說 其實很多被鎖的人 一定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 我拉這個東西 一點也不像是張物啊 他明明這個很正常價格的東西 為什麼會是 張物呢 之類的 所以說 買拍賣的東西齁 最好是要截圖啦 然後 我都有拍影片嘛 但就是因為進階認證 不是我的關係 導致沒辦法解鎖 真的很麻煩 雖然說 我覺得介紹這個東西很好笑 但我還是想要 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說 你被鎖的話 會有哪些功能會被限制 我現在馬上給大家看 現在是被鎖的狀態嘛 那假如說 我現在想把東西丟在地板上 你看 倒計或封閉無法移動 請詢問客服中心 我想丟東西都沒辦法丟 然後 假如說我想要從 拍賣 賣東西好了 那假如 我想要說 我想要 賣自建 我想要賣 48763元好不好 賣不掉 封之骨開賣 使用限制道理 欸 限制對象啦 我想賣個48763元 他不給賣 這個就是這個 鎖東西喔 那假如說 你想要跟別人交易 好 我找一個路人好了 這邊有路人 跟他交易 該角色不能執行此操作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他完全就是一個 封閉者 好不好 好了各位觀眾 我現在來做一個很白癡的一個小活動 就是 如果有人可以猜到 我 7天後回收的是哪件裝備 我直接 抽300點給他 哈哈哈哈 怎麼會有這種奇怪的這個抽獎啊 那 我來認真的分析一下 我到底是哪件裝備被鎖 首先呢 是我的這個職業裝備啊 我的職業裝備 通常都是 那個我帶電裝第一集的時候 你們應該都知道吧 就是 我第一集的時候有買職業裝啊 可是過這麼久的 有可能是這些裝備嗎 這我就不確定了 然後我歡樂戒指 也是我在一二集的時候買的啊 後來我湊成四個了 有兩個是跟觀眾買的 這兩個智力的是跟觀眾買的 然後心臟是我開直播的時候買的 帽子也開直播的時候買的 鞋子也是開直播買的啊 狐狸猴 智力這個是影片裡面買的 這個是開台買的吧 這兩個也是影片買的 披風是直播買的 肩...欸... 腰帶也是直播買的 肋狗套服也是直播買的 這一個項鍊是跟觀眾買的 他說他閃眩洗到的 所以他這個不可能是張物吧 如果這個是張物的話 那精彩了 那真的精彩了 然後工地手套也是直播的時候用的啊 武器也是直播的時候用的啊 新手裝大致上都是 很多都是 直播的時候買的 所以老實講 你要我 覺得哪件裝備 是被回收的 那也是很誇張欸 那你們... 底下留言抽獎的方式 格式給各位喔 好啦 那這邊有必要這個數字喔 如果說你們底下留言 可以留言 留一個數字 然後再加上 你自己要打什麼感言啊 隨便你 那就有抽獎資格 1到42個 那... 反正你就隨便留嘛 那當抽獎啊 如果真的抽到你了 啊300點 反正也是白嫖來的對不對 就當好玩嘛 那我這邊回答幾個觀眾可能會問的問題啦 剛好這個主題是 拍賣被鎖的問題嘛 希望有一些人被鎖 然後他覺得 很緊張 希望我可以給你一點幫助 其實被鎖的話 他會先寄一個信箱到你的信件啦 必須要提供你的購買證明 然後回信 那如果你沒有收到信件 其實也沒差 你就直接打給客服 打給客服應該會好一點點 然後講述你的狀況 通常需要2到3天解鎖啦 然後你遇到問題的話 其實也不要緊張 只要帳號是你的 通常95%可以解鎖 5%的話應該就是 那個真的是你到來的吧 你被鎖的原因呢 通常都是有玩家回報 說他被盜帳號啦 或是說有其他問題 但是最近好像有一個風波是 假裝回報 實際上他是想裝備回到自己身上 我不知道橘子怎麼處理這種問題 但是拍賣這種東西喔 我使用正常的管道購買 被鎖的通常都會不爽啊 那個帳號的話 其實信箱進階密碼都不能改啊 然後我信件也都看不到啊 然後我有聯絡過那位賣家 其實是找不到人 然後電話也換過了 那個是空號 當然如果你要追的話 我相信可以 但是要花的時間太多了 還要麻煩到很多人 不如就給他回收吧 順便給觀眾 當個小遊戲玩好不好 那留言記得猜個數字喔 好不好 好啦那今天這個 帶鏈裝被鎖事件喔 然後 看來是 要晚點開張啦 那我們 今天影片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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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影片 再見 掰掰 字幕視頻